前排左二于露林 后排中李富春 这是共产党的一些官员吧 跟苏联人的合影 是吧 后排中李富春 李富春跟周恩来都是把兄弟呀 当国副总理呀 是吧 李富春的老婆叫蔡畅啊 全国妇联的呀 是吧 前排左二的叫于露林 于露林是陈云的小姨子呀 是吧 他姐姐于若木嫁给了陈云呀 是吧 这是有一个人写的回忆文章啊 他说于主任 就是指的这位于露林 是我们部队图书馆的正师职主任 或一个部队图书馆就是个正师职 这得养着多少官啊 离休后享受父君之待遇 他是原国防科委 这个ZCB是中赤兵 中赤兵 姓中的中赤兵是个中将 1955年授贤的中将 是中赤兵副主任的夫人 CY就是陈云的妻妹 是吧 你比如说你发表一些东西 你还得把敏感词 包括领导人的名字都得给引去啊 要不然发表不了他16岁从北平赴延安参加革命啊 于若木跟这于露林他们家是山东人 跟江青一样 康生这都是山东人 曾留学苏联创办了北京北海幼儿园 你看见吗 北海幼儿园这都是人家创办的 和聂真 范若宇等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 中华社会大学 聂真 聂真是聂原子 文化大革命啊 在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 聂原子不是大学生 是大学干部 他两次婚姻啊 他曾经把他第一个老公就给登了 出于政治需要政治斗争 后来嫁了一个老干部 有聂原子呀 宽大富啊 韩爱经啊 王大斌呀 是吧 就这批人啊 那段时间他即将离休 部队首长特别支持他的工作 当然了不敢惹他呀 因为他姐姐是陈云的媳妇啊 对吧 专门指示我们车队保证他的用车啊 这是一个司机写的回忆录 当时我们实行公理票 控制机关各部门用车啊 对啊 军队有的是公车私用这现象很严重啊 那总参兵总部的一个一个给领导开车的司机 开小车的就把他表弟开着公家车送到我那个粮油批发部 让他表弟在我这他表弟也当兵的刚复员到我这来就是当那个装卸工吧 是吧 或者司机之类的伙计那就是公车私用啊 我当时在车队小车班任班长 一有他的派车单我就给他出车啊 小车班班长 这有点小实权啊 我们部队在郊外啊 对啊 那个军队在北京郊外的多了 是吧 海淀区那边比较多 海淀昌平 怀柔 延庆 多了 如果是国防科委的 是吧 这个谁 这个于露林是国防科委委副主任 钟赤兵的老婆 那很大的可能性 他也在国防科委 国防科委跟国防科工委 有的时候他又是重叠的 那么那我知道他那单位很可能在沙河 沙河或者是安详北路 大屯路 这都有可能 你看他搞这个 党组织委派他搞这个北海幼儿园 白手起家 没有房子 就找梁思成帮助设计 北海幼儿园就在北海公园的东侧 没有生活用品 找陈毅 没有建材 找李富春 你看 都可以找上层 那普通老百姓就一点系 都没有 这种公有制 这种的全民所有的 实际上是官员 他们掌握的 这些当官的 他们控制所有的资源 让全国的老百姓 都变得贫困起来 北海幼儿园往东 那个胡同叫油漆桌 油漆桌胡同进去 就是邓小平家的后门 邓小平家前门 叫米粮库胡同 专门为了保护邓小平 至少一个连的中央警卫团的 还有一个派出所 地安门派出所 就设在米粮库胡同口上 就是专门为邓小平 来保护他的 北海幼儿园 确实都是官宦子弟 那个 我的邻居 跟我住同一栋楼 隔壁单元的 那就是李锐环的亲外甥 李锐环的亲外甥 他的儿子就是北海幼儿园的 还有我的一个朋友 这个 我回北京经常跟他一块喝酒的 他老爷是民航总局的 一个副部级的老干部 陕北的老红军 他小 他幼儿园也是在北海幼儿园念的 你看 很快一个全托幼儿园就办了起来 400多名干部子女 得到妥善安置 是吧 你老百姓就没戏了 周恩来还表扬了 你看 这就是上流社会那圈子 说我第一次和于主任去 ZHN 就中南海吧 中南海 陈云同志驻地 是我最开心 记忆最深的 红墙里的神秘 曾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蒙上厚厚的面纱 无数次穿行浮游街 从中南海西边过 那天当我们的车从新华门驶进中南海 走的正门 原来的神秘感 顷刻间荡然无存 HRT HRT是 我想想 怀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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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ZGG是什么哪 怀仁堂 紫光阁 紫光阁 对对对 怀仁堂 紫光阁 游泳池 YYC是游泳池 毛泽东晚年在那住 是吧 怀仁堂 紫光阁 还有这个游泳池 中南海里边 这个国务院系统有个杂志 就叫紫光阁 紫光阁杂志 有一老头 很多年前给我打过电话 说这个我们要举行一些活动 你也可以坐到主席台上来 你只要掏钱 你和党和国家领导人 就平起平坐 我一听 是吧 给我笑掉大牙呀 我怎么可能跟人家平起平坐呢 我一个卖粮油的 他们无非就是让我搞点赞助 而他们说的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都是对那些退休的 那些老逼头子 老关太阳子 什么人大 什么什么政协 什么副主席 人大的什么副院长 就那些老头 让我掏钱 让我们这些人给他们掏钱 也有好多做买卖的 愿意这种的 尤其到南方很多地方 是吧 当然北方也有 尤其是东南沿海 富裕地区 私营企业 是吧 他们都是通过 有这种专门的前客 通过那些所谓的首长的秘书 把钱给到秘书 首长得没多少钱 不知道 反正钱给了秘书 到你厂子参观 握握手 拍个合影 以后地方官 在地方上可能敲诈勒索 可能会少一点 另外这老板呢 跟领导人照完相之后呢 他做生意呢 他也能去骗别人啊 是不是 所以啊 根本让我掏钱 我是不可能的 我卖粮油那么辛苦 再说我也没挣多少钱 是吧 还有那个我的老客户 外交部的 那个国际问题研究所 现在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就在彭真他们家隔壁 在那个钓鱼 不是钓鱼 在那个台机场头条 后来他们也找我 他们有一个叫什么 亚洲太平洋 什么什么什么协会 说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 成为会员 给你挂个头衔 你一年交多少多少会费 说实话啊 我要骂大街了啊 我娶你妈的 对不对 我娶你妈的 你他妈的蒙谁呢 对吧 我一个卖粮油的 还有我的客户 最高姐 最高人民检查卷 老干部局 他们说了 说有一个南方的老板 也是个年轻人 是这个卖茶叶的 经常跟我们在一块 就是他们这中职机关啊 有这么一帮人 都是搞后勤的 说我们的聚会啊 都是那哥们给我们买单 那话就给我听的 让我也请他们的课 是吧 就都瞎扯淡 还有北京铁路局系统的 他们到怀柔北站 怀北站 那边搞过一个那个 系统内的一个一个采购会议 啊 也让我去了 是那个谁让我去的 是北京南站 永定门魂站的办公室主任 他是我客户 他说介绍几个 他们同系统的人啊 我也去了 去了之后都得给他们 哎 都得哄着他们高兴 哎 啊 这个壁颇荡漾的中海 中南海吗 中海和南海啊 是吧 北海公园吗 波光淋淋啊 海边的嫩绿的垂流 随风飘荡 陈云同志的驻地 在高高的红墙环抱的院落中 一幢高大的灰砖套房 墙外门口港亭 一位警卫战士站岗 于主任和警卫打了个招呼 进入陈云同志驻地 不一会儿 他请工作人员给我送出了一杯茶 又过了不长时间 他和他姐姐于若木相伴而出 上了我的车 鱼若木啊 一头短发 身体瘦弱 略有些驼背 你好 还受宠若惊啊 中国都是等级制 一个开小车的 这些开小车的都得有眼力见 都给领导开小车的 该有的礼貌 礼节 寒暄也有 多余的话你不能说 我们出DHM DHM就是东华门 进故宫看展览 以后经常和这个鱼露林 进出中南海 轻车熟路 在历史博物馆附近 历博 他们开会 老者 小陈今天让你久等了 中央调聂珍同志 去社会主义大学工作 他就是聂珍同志 聂元子的哥哥行政七级 那就是高干 高干啊 共产党都得问你 几级啊 行政几级啊 于露林也是16岁 跟着姐姐去延安 现在中国的皇帝一尊 一尊的妈妈齐心 不是也当年跟着他的姐姐齐云 是吧 一块不是去的 去的那个那个 是延安呀 还是哪啊 好像是陕北吧 好像先去的山西吧 进茶季吧 后来去的延安 好像隋德 是吧 就共产党 基本都是这套路 大同小异 去中南海机关食堂 吃点工作餐吧 他说 他说艰苦 我们要吃小米 还要搞生产 又种地 又仿线 还要学习 但GQ GQ就是江青 毛泽东的媳妇 是吧 那时候倒也不缺巧克力和奶粉 都是从前方缴获的美国货 江青啊 对呀 有特权呀 他们是羡慕 他们并不是恨这种特权 因为他们也是特权 这个金字塔上比较靠上面的阶层 也是特权的一部分 当然见过 见过王明 小矮个 安徽人 后来跑到苏联去了 治病为借口 王明到苏联 最后都善终了 是吧 你像李立三文革 好像就自杀了 对吧 留在中国的 反正最后都是死于非命 还见过黄宗英 黄宗英 黄宗洛 是吧 黄宗英不是赵丹的老婆吗 当然他们都多次婚姻 还见到过藏学家 于道全 还有著名画家罗公柳 是吧 这要王直安讲话了 是吧 就不叫罗公柳了 王直安管黄勇裕 叫吴勇裕 尼闹 叫尼拙 绣炎的绣 念成又 绣又不分 是吧 李敖 李敖找女人 瘦高白绣又 又瘦又高又白 又年轻 是吧 又秀气 瘦高白绣又 这是一通吹跑 一通吹跑 你如果清楚鞋的绢口 可以聘一下 就这个先显到 你是那儿的 绢口 是吧 在这儿的肤上